解的是 111年第二次模擬考 图学 好来 我们先从题目开始看 好 题目这一定要看仔细 正投影图20分 尺寸标注10分 线条10分 这线条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为了迎接一年一度的圣诞佳节文创商品 这个是 这个是就是素养题 实在的 有时候学生还会被这个搞混 所以说实在我也不知道素养什么 好 请依正投影原理 之第三脚法 画第三脚法 会自该指灯具的前视图 右侧视图 俯视图 R图1为一指灯具的灯角图 前后与左右分别对称 底图字参考细线部分 每一格是10米 好 过程中会有一些英文 因为我们只要礼物在听英文 好来 看来 那个参考线 细线是每格10米 图1 箭头方向为前视图方向 1比1 好 要进行尺寸标注 所以看到尺寸标注 你就要隔4公分 好 这哪来呢 一样用黑色铅笔 等一下 因为让同学看得比较清楚 我用红色笔 好 来 我们先来看这个题目 好 这个题目说实在的不难 好 这个题目 如果我们仔细看 它其实有一个部分 画错了 哪一个地方画错了 好 来 同学 如果我们是同一个坡度 好 来 我先讲 问同学一个问题 好 我这里 这里的斜线一定跟这里一样 如果我在这里要用一个 这里的斜线一定会一样 好 这样子才合理 好 这些斜线应该都一样 好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好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你注意看 它这个应该是同一个斜面 好 可是你去注意看 好 可是你去注意看 这里过来 欸 奇怪 它怎么不一样 好 所以它这个部分 它画错了 其实它这里应该是像这样子 这边也一样 好 可是如果观念你很清楚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影响的 有的同学观念不清楚 他就去判断 欸 这里是 0.5mm 就被骗了 所以这个是这个题目出错了 好 可是我们还是来画画看这个题目 好 我们先把格子数一下 它这里 好 一定要去数结构 你千万不要数到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 它结构因为这个往里面缩 所以是3 3 3 好 高度 我们来看 3 7 所以这里是6 好 这里应该看一下就好了 好 这往内缩1 所以这个结构基本上不会很难 所以这边也是9 好 所以老师直接画完成图 因为这个题目不会很难 好 先从正式图来看 可是要隔4公分 我先把它控起来 上式图 好啦 上式图我们先画 所以这个上式图基本上 是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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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我先畫這樣 好,這裡要隔4公分 再來,我們來看這裡 前面這裡,我們先 這一條線,到這裡,漆 第一,這裡沒有 這裡到6公分而已 這裡有一條斜線 這條斜線就是這裡 所以是 好,再來,這一個面 就在這裡 這個面就在這裡 好,再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這邊 這裡他畫錯的地方 有的同學就直接畫一半 其實如果你觀念清楚 他應該是斜面有限 應該是從右側試圖畫 好,我現在右側試圖 隔4公分 糟糕,這裡不夠 再來我們畫右側試圖 好 右側試圖有9格 因為剛才我這個紙張不夠大 所以我再 好,這裡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這邊 4.5 1,2,3,4,5,6 4.5 好,這邊 好 這邊 畫過來到 這邊 好,這邊是7,嗎? 好 好 這邊是7,嗎? 好 4.5,我畫過去 好,4.5,我畫過去 好 好,這邊是3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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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3格 好,再來 再來 再來,這裡 齁,斜過來 他要斜過來 齁,他要斜過來 齁,所以跟前仕圖一樣 齁,這邊要斜過來 好 因為他左右對秤 左右前後對秤齁 所以 他後面的線很多 啊,對不起,這畫錯 畫太... 好,所以到這裡齁齁 這個畫錯了齁 到這邊齁 好 再來齁 所以這邊就要 這裡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虛線齁 好,這裡沒有虛線 可是這裡就要這樣子對過來齁 齁 這裡高度 齁,就要這樣子對過來才對 齁,所以這裡高度是在這裡 齁,這樣 所以絕對不是在一半的位置齁 好,檢查一下 所以這一條線是從這邊 齁,是從這裡到這邊 齁,所以它是這裡要虛線 齁,這裡要虛線 齁,這裡要虛線 齁,再來就沒有其他虛線了齁 齁,好,再來上市圖 齁,好,上市圖 齁,我們這裡齁,齁,這裡是三個單位 齁,這基本上上市圖 這基本上上市圖 這一題說實在沒有很難 齁,只是在考驗同學的細心程度 齁,好了,上市圖是像這樣子嘛 齁,中間還有一條線 齁,怎樣 齁,好了 再來,這裡有虛線齁 記住,由上往下看,這裡是往內縮的 齁,所以這邊 齁,轉折的地方要讓它連接 齁,跟這個實線要連接 齁,轉折的地方要連接 齁,轉折的地方要連接 齁,所以同學也可以從轉折的地方開始畫 齁,這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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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這邊排nak 裡面 嗯,好,再來喔 好,再來有一個地方看,記住 這一條線同學都常常忘掉 齁,這一條線 因為由上往下看的時候,它是一樣是一條虛線 這前後都要連接 再來就是尺寸標柱 尺寸標柱,記住 應該要用比較細的線畫 老師用比較細的線畫 這裡在標的時候,一樣我先從這邊開始標好了 記住我們標示尺寸的方法 老師這4是一個單位 要隔2mm 所以這裡要畫2公分過來 這裡 這裡就是1公分 這邊是2公分 延伸出來2公分,畫到6公分 高度大概只要知道這樣子 再來,深度 再來是深度 深度 你標示在這裡也可以,虛線 可是有的課本是說虛線 盡量不要標 所以你標在這裡也可以 或是在這裡標也可以 可是我們先 我這裡就不要在這裡標 我們用另外一種方式來標 這邊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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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示範 同學在標示尺寸的時候一定要一個認知 沒有連接的線齁,應該都要標 好,很快地畫上箭頭 等下我箭頭就不畫了,或是 我的手機容量快不夠了 好,所以我這裡可以標示在這邊 我只是純粹不要這裡 好,所以這邊也是一樣,標在這邊 好,箭頭的部分我等一下再畫 好,這裡等一下,再來換 深度已經標了,寬度 再來是寬度 寬度我就標在這邊,或是標在上面也可以 好,所以齁,我標在上面好了 很少再出了啦 我覺得出的比例,機率不會很高啦 因為說實在太難改了 每一個人標的方式都不一樣 我相信改題老師在改的時候也很麻煩 好,老師大概把尺寸標出來了 好,所以我這裡深度就標在這邊 寬度就標在這邊,只是同學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這裡不用標喔,斜面有限的高度是不用標的 因為你這標出來,你是會說3嗎?3.3嗎? 它其實是一個無窮小數喔 所以說實在,你就不用標 好,再來喔,這裡同學不要習以為常喔 你這裡標了10,你會說,欸老師,這邊不用標啊 因為這邊跟這邊一樣啊 對不起,我在看的時候 人家在設計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原來設計的一個樣態啊 所以我這裡要標10,這邊要標10 知道了,兩邊都要標齁 所以這邊也一樣 好,不能因為 那個題目跟你說,左右前後對稱你就省略,不行 你這邊還是要標10,這邊還是要標10 好,這樣子才是一個完整的標示 好,OK 好